巴士公司 今天又在天起 两起冠病病例 他说 巴士公司的员工同住在 经常在一起唐室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这些 巴士转换站会出现 感染群 越来越多 现在巴士司机受感染 这些巴士车上司机在前面驾车 乘客们在后面 我想大家要更加小心 不要讲话了 如果你看到人家讲话 别人家们shut up 巴士车长也少讲话 多驾车吧 不总他有没有病毒 其实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要我比较担心的话 转换站那些食堂全部不能够去吃 有车长在吃用餐的 但是现在讲来得及吗 因为这个感染也是之前的这一个礼拜 里面你曾经有去过巴士转换站的食堂 你曾经有跟巴士车长讲话 你要小心 你要开始做检测咯 你要开始做检测咯 P3 圣港 大巴窑 宝额 金文泰 玉朗 全部已经超过124起 因为这六个巴士转换站里面 互通的巴士 所以 车长 在最少在两个巴士转换站都会出现 所以会交叉感染 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想到 我们办公室的人说 一般的人在家里居家隔离 居家办公 一般的在办公室 就是不要交叉 好像张大哥的工作单位分两个队 A跟B这样 A不要见B B不要见A 的确做得到 那巴士转换站的司机怎么办呢 从他所说的 例如圣港的巴士转换站 有分别到绑额到大巴崖到 金文泰 巴士转换站的四条巴士路线 你要怎么去处理呢 车长下了 一起去吃 不同的转换站的司机就 容易被 传染 也感染 这个又是一个 现在是所谓的巴士转换站 确诊群了 他们 你说他们维持 一米的距离 我看也是 有限公司 接下来当然很严格 所以我告诉你 事情 大家都是 没有办法去 去 去理解 去发现 原来 这个也是问题 我们常常有说 为什么巴士转换站 我们客乘客跟乘客之间 没有一米距离 地铁没有一米距离 现在我们发现 原来不简单 不容易 车厂自己把病毒带来带去 然后变成一个群 很可怕 根据网友学的 大霸腰巴士转换站33 榜额21 圣岗24 金文泰18起 B324 玉朗东 玉朗东 14起 玉朗东常常有确诊 那个 什么 那个 那个 玉朗东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Westgate 是吗 GEM 也是一个很大的感染群的时候 接下来不止六个 转换站会有这些 感染群 所以怎么办呢 大家都近而远之 对不对 有没有错事帮忙 有没有想 我唯一能够想的是 就是不要靠近车长 我这是我个人想法 如果你上巴士车 通常他有两个地方 给你扫描你的那个车资卡 不要去跟 不要靠近车长的那一个 你用这一边就好 他有用啊 人家车 Aircon的 不然我们从后面上 后面下好不好 前面能不能用 Aircon是大家一起用的啊 所以啦 不要乱讲话啦 接下来你们在巴士车上 看到有那些乘客 很多啊 讲话 跟他们讲安静啊 不要被病毒感染到 比赛说你歧视巴士车长 糟糕 还好我准备烧水 好 另外一个赶快讲完哈 美国老报复了有问题吗 我们知道 张大哥不是讲了 三天里面一定有报复 结果不到三天 当天讲 不到半天后就是 美国用无人机 跑到阿富汗里面 把两个塔利班的 不是塔利班 把那个IS的 他们说的啦 是领导的啦 领袖的啦 重要人物 炸死 你觉得有问题吗 这么厉害 他早就去炸嘛 很奇怪哦 那你不奇怪啊 接下来他们还会派 美国军队啊 去打那个IS的基地 意思是他们都懂这些地方的啊 只是要打不要打不了啊 那所以 现在有人说 其实塔利班是跟 跟美国 谈好了 哦 那个 那个 政府 那个政权 他们是 同意的 让塔利班 取代 我听说了 哦 这些是 八卦啊 不一定是真的新闻 因为将来还是可以 如果塔利班 真的这个政权 真的好了 因为他没有 不至于像那个IS 什么极端吗 如果他成为一个政府 他愿意听美国 跟美国合作 买美国的武器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新闻是说 背后美国 其实一直在 我们大家也心照不宣 美国就是赚 武器的钱 买卖军火的钱 那美国人就 一直说要做 老大 那美国兵 就很 忠诚 替美国去打 境外的这些战争 这些战争 其实会被影响到美国 你也 你也看不出 后来你说会影响到啦 因为911事件之后 你就发现这些 恐怖袭击 都是针对每个国家了 包括我们新加坡 这些已经不是 别的敌人 跟我们没关系了 他会跑到来我们这边的 所以美国就更加的 名正言顺的派 军队派兵 维和部队啦 所以他出兵阿富汗啦 出兵伊朗啦 出兵叙利亚啦 出兵什么什么出兵啦 能够出兵那就出兵啦 卖武器给每个国家啦 台湾啦 新加坡啦 每个国家都有卖武器啊 卖美国武器 那不只是美国卖 武器给国 这些国家嘛 其他的国家嘛 其他的国家也卖 不同的武器给这些国家 反正能够生产武器的 就卖武器给 需要武器的人 需要武器的国家 苏联也卖他的武器啊 法国也卖他的武器 我们新加坡也有 自己的武器咧 我们也很多 发明很多武器 也卖到不懂去哪里啦 原来卖武器 这边是一种行业咯 那卖武器要 要 testing吗 testing当然 就有所谓的表演啊 演出啊 波览会啊 飞机战机表演啊 武器的三展会啊 还不够 要有live 现场的 真正的 那就用在战争里面 是最好的 所以战争很多时候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而来 你们想想看 所以那个新闻 我看的也有道理啊 世界真的能够和平吗 不能 因为战争很多是人为的 故意制造的 方便这些 卖武器的人 能够卖武器 国家预算 就被批 放入大量的 每个都要武装自己嘛 如果没有战争 谁还要去武装自己 如果 马路上都没有垃圾 我们要请这么多 清洁工人干嘛 是不是 道理是很简单的 同样的 我觉得 所以你说啦 美国老 你说报复有没有问题 我就是有问题咯 这么容易 不到三天就 哇 而且用无人飞机 意思是他还不敢派兵进阿富汗 我其实还好奇 是不是派什么突击部队 好像当年宾拉登 去逮捕宾拉登 他现在不用 无人飞机 比兵拉登还厉害 不需要用人去逮捕 用 remote control 就可以派无人飞机去炸 对方 的老窝 厉害吗 厉害 你没有想到 这个时代已经变到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 好 我们再看 群众写什么 网友写什么 现实社会很难对第一层 有认知 Kariton说 Irene Go 感谢你 OK 谢谢啊 伯碧说 申保之业 我就是提过嘛 张维先生 申保之业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没有节目可以跟 申保之业比 什么千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其实 哎呀 闷啊 因为 不会 没有那种效果 没有效果 因为 买不起太多的时间 时间宝贵 就要用这种节目 申保之业很花时间的 要买 要买吗 不要买 要买吗 我不买 不买 打开来 巧克力一包 我卖 我卖 哇 豪华 电视机一做 你用三百块 买下 你卖了 三百块 1979年 教育改革 中文真的是靠边站 1965年 文化大革命 79年 我们已经慢了啦 不是讲 以独共存吗 共存哦 就是共存哦 共存是共存 哪里有事 还是哪里解决 尽量不可能全国封锁 也不可能恢复到零堂室 不可能了 现在他们是已经超过80%的 接种 已经接种了 所以呢 那20%不接种了 特别是那10万的老人 他们是很危险的 真的很危险的 因为这种东西 你慢慢想就明白 他除非天天不要出门 也不要跟家里的人接触 小孩子 被感染到 没有去接种 他会被感染到 但是他 病毒不严重 在他体内小孩子 回到家里看到公公很开心 公公又抱他 闻他 他里面的病毒就会传给公公 他自己没事 公公有事 因为公公没有接种 公公里面的机器 全部坏到完了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公公很危险 除非公公是独居的 独居也危险 你不用去好客人家吃东西 你不要出门 每个人都接种了 每个人都抵抗能力都有 如果我们有确诊 其实 讲一句不好听 如果现在张大哥是老人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年轻人 我已经接种了 四五十岁接种了 我有病毒我也不管 我也没有 没有症状 但是我会很容易传给 那个没有接种的老人家 所以很危险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人 恐怕挑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张大哥也认为 总理这方面讲没有错 我也啰嗦再讲一次 希望我的网友还没有接种 赶快去接种 第一只不够还要第二只 除非你不行 你不行你就要小心 你口罩戴了拆出来 衣服回家 要换要洗 这些都是要很小心的 要很讲究的 搞不好我这里面有病毒 当大姐也不受影响 我也不受影响 我妹妹也不受影响 问题我传给我的小孙女 她也不受影响吗 因为他们小孩子 但是如果我现在我有高堂 九十多一百多的老爸老妈 保重 应该不是 我已经好到九九 今年中下层走率运出眉头 请你再仔细地讲一下 为什么你这样写 张大哥 还好把课题讲完 所以我说美国人报复 有问题是 他们这么轻而易举的 这个拜登 这么轻而易举 能够把对方干掉 但是却没有 完全没有那种 之前没有任何的 只说听说有情报要 完全没有反反 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理 好像每个国家 不要撤离了 就是不再撤侨了 自己的侨民自己 躲在阿富汗 好之为之 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们也担心 等一下那个恐怖分子 把那个飞机炸掉怎么办 每个国家飞机也不敢飞过去 每一支飞机的价格很高的 怕吗 真的怕 所以现在这几天 当我在讲话的时候 还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真的不知道 那我们我们的总理 讲英文是主要的 我也不懂讲什么 可能就是 接下来我们才慢慢的 去剖析 总理所说的话 我先讲 我刚才提那些 我只是觉得遗憾 不表示说他对他还是他错 是吗 他不要 不要莫爱就不要莫爱 可能还不是莫爱的时候 他不要再提那个奥运会 少提是他的事 他一直觉得一梦也好 我也觉得一梦也好 但是那个金牌就不好吗 那个应该多提的吗 那个只提那么一下子 我不懂他英文也没有提了 希望他再提了 如果有提收回 我只看华文的 等下举那个例子 不要讲华人同胞 不要租房子给烧 其他的种族 当然有原因了 我刚才就提两个原因了 因为华族吃猪肉 因为华族吃牛肉 就讲得很明了 对不对 当然还有很多生活习惯 不是因为歧视不歧视 本来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都是这样的 你去很多地方做工 同样种族的人喜欢在一起的 这个是很自然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 你明白吗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没办法 但是大家是负重 互相的关心 互相的做朋友 张大哥敢这样讲 我一直很骄傲的说 我当时十四年警察 天天跟马来人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一天三餐 有两餐是吃马来餐 我不牺牲吗 那你又不要转回来说 我为什么一直要吃马来餐 我能不能在他们面前 吃华人的食物吗 不能从那个车里面讲 吃了之后在车里面 有那个味道 哇有一波 他会吓到的 他不能 他连闻都不能 你明白吗 我们多么牺牲我们自己 你知道吗 这些到底他们有没有看到 奇怪啊 我不明白 他这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跟马来人好都不得了 很多马来人是我好朋友 印度上司跟我好都不得了 当然我也有讨厌的啦 华人上司我也讨厌啦 根本我们没有把这个 意思说我们工作还是工作 彼此尊重然后去工作 我不是在我们重点影片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要 赶到一个案发现场 如果对方是讲华语的 通常呢 我要 就让马来同事去跟他 handle 然后我就不多讲 如果是 没有 应该是讲 我要搞乱了 总之就是我们要 小心的 对方的感受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 基本上新加坡人真的是没问题的 那些会搞种族情绪很多啊 其实这些个案来的啦 不要因为这几个 因为这几个东西你一直讲一直讲啊 现在我反正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点委屈这样 是让我真的有点委屈吗 我觉得 为什么我租房子不租给 我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你们也明白了 如果我将来张大哥的房子要出租去 我也是要跟我的agent讲啊 我吃猪肉的 我吃牛肉的 他们可以吗 先问他们啦 我煮东西味道有过来的 我的吸烟器没有这么好 很简单嘛 所以我不懂他例子是 哪个秘书帮他写的 什么东西发生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例子根本没有例的 没辣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不懂啦 我觉得我们啊 要讲到那个方言 我今天花很多时间讲了一些 9月1号开始 自法人员会先请 时刻遵守条例 若不听劝 出犯者会或事物面警告 第二次为例罚300 第三次可能被控上庭 是啊 这些是能够吃的 如果你不能够吃 你没有接种疫苗 你去吃 立刻上法庭的 他讲了 没有罚款那么简单的 记住 你没有接种两只疫苗 你去那些有冷气的地方 你 你故意 闪躲 不让那个 餐厅的人 餐馆的人 看到你 到底有没有接种两只疫苗 是会重视情的 真的会重视情的 哎呀 我觉得有接种疫苗就吃了 没有接种疫苗 真的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啦 那些没有办法接种两只的 或者不能够接种 因为敏感的 政府应该让医生 给他一个证明 让他还是继续的 不然怎样 坦坦到就永远 批上这个原罪啊 不能够接种疫苗的原罪啊 很可怜耶 不是他不要啊 因为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这个疫苗 是紧急的了 讲一句不好听 这些疫苗都是不 不成熟 不合格 不够力的了 数据都 不完全符合那个 真正的标准 所以只能够在紧急 情况下用的 现在好不容易 有一个才是变成 就是那个灰类咯 正式的变成 啊 那个就很开心了 大家都可以 赶赶打 不然 对那些确诊的人讲 他 不是 对那些敏感的人讲 他 没有办法接种 这些不合格的 不紧急用途的 疫苗 其实不是他的错了耶 当然他接种了之后 他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啊 你叫他去糖尸 他说算了 我不要去天堂了 不糖尸 不要紧嘛 但是这很不方便 什么都不能啊 出国也不能 什么都不能 这就是他们 某钉钉 敷上一个圆锥 希望将来的疫苗 一直改进改进改进 然后有一天 他们这些人都可以 我只可以这样说 小办中心 巴士总装 清洁工人都是感染群 是啊 现在啊 张大姐说 要回去顾顺哦 不打算坐巴士了 坐地铁了 但是你们忘记一个最重要的 还好 那个地铁的车长 还好很多地铁是没有人驾驶的 那些有驾驶的地铁的车长 他们在MRD 的站啊 很多时候他们也 也趴趴走的 也去食堂吃东西的 不一定跟巴士转发站靠近 有些是靠近的 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们每次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最后的一站啊 司机就从车尾走到车前 他不走外面 他走里面冷气吗 如果他确诊 他就一直长长长长长 从车尾 转到车 走到车头 进去里面重新把 那个列车 驾 驾到 再继续驾 他一路上已经没传给多少人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 几时会有地铁 列车的车长 有确诊 所以那几条老线啊 那个 我们的南北线跟东西线 有车长的 都是很有可能 有确诊的病例的 到时公共交通根本不能够做了 不然怎么办 哦 做迪士咯 做出租车咯 有钱的话的 他说在疫情中 多元的声音可以求同 存异 他这样讲也很有意思的 他好像有那种 要 上位的感觉了 你 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 他说 虽然社会上有多元化的声音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需求和愿望 但王宇康认为在应付疫情时 新加坡人可以求同 存异 互相宽容以待 是针对疫情了 不是 不是别的 再看下去 他说 在国会发表 部长声明指出负责任的政府 在面对许多课题上 例如教育 卫生 公共住房 种族和谐和自由贸易 都应该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 努力取得平衡 很多 有人讲我张大哥 你为什么讲话 越来越老人 速度很慢 我今天就快一点 我是可以快的 问题是 你要看心情吗 现在心情好 新加坡在学习如何 以病毒供存上 也需要学习如何 平衡需求 例如一些已经接种的年轻人 都希望进一步开放 让已接种的人 进行更多的社交活动 在遗址同时 新加坡也有一群 因健康或其他原因 而无法接种的年长者 他认为 基于公共卫生的角度 新加坡需要制定 不同的安全管理措施 来保护那些 没有接种的人 也需要尽力的鼓励 更多弱势群体接种 他希望提醒公众 随着有更多人接种 无法接种的人 也因此都能因此获得保护 这就是包括12岁以下的孩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是说 越来越多人接种 也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种 当然那些可以接种 而不愿意接种的老人家 我们还是劝他接种 但是有很多人是愿意接种 但是因为他们的 本身的体质问题 本身的病 本身的一些健康问题 敏感问题 不能够接种的那种 我们就要 不可以放弃他们 当然更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 包括我的孙 包括我的人家的孩子 这一些 都 不能够